遼寧號在大連港完成維修 正式交付給海軍 這艘改裝至前蘇聯阿格良號的 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 艦身全長304米 排水量達到57,000噸 預計可以運載40架戰機 屬於中型常規航空母艦 但由於未見有戰機在艦上 有軍事評論員認為 遼寧號還未算是正式服役 包括風中、水面和水下的潛艦 飛機都要配合 所以由現在去到真正的服役 最短都要有6至12個月的時間 而形成戰鬥力可能要講兩年或是以上 目前全球只有21艘航空母艦 美國佔了一半 有11艘 全部都是核動力推動 10萬噸級以上 意大利就有兩艘 其餘8個國家 各紙是得一手 從數量上 中美實力懸殊 從規格裝備看阿格良號 是冷戰時期的產物 無論排水量還是戰鬥力 和美軍航母戰鬥群役是無得比 許貞指 中國航母的水平 暫時只是拍得住英法等國家 但中國的航母戰略 主要是維護中國系軍事 和航運貿易的運輸線 相信不會引發軍備競賽 美國燃止航母上面有的東西 無論是攬體官身 或是攬載的戰鬥機 基本上中國只要肯擺錢 都可以生產得到 但是由於中國的國防戰力 和美國不同 綜合國力的差距仍然在 我相信未來中國 都不會投入 像美國那麼多的資源 去建造和維護 這個航母的戰鬥群 他認為除非中國航母的數量 和排水量 越來越接近美國 否則在可見的將來 都不會威脅到微軍艦隊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李康文報導 威脅 了 旺